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来看一下 使用枚举是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跟大家演示过了 枚举下面是不能够有两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 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黄转 如果你再次使用黄转的话 作为它的标签名 这个是会报错的 就是这样一个attempted to reuse key yellow 这个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 大家看这里 如果说我的标签的名字是不相同的 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标签名 它们对应的数值是相同的 可以吗 可以,不会报错 我们看一下 它并不会报错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看一下 我这里printed是vip.green 打印的是green标签 但是问题是最终 我们打印的结果却是yellow 大家看一下 好,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对于枚举类型来说的话 可以有两个类型 它们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相等的 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面 第二种这样的一个枚举类型 它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别名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词都取一的话 green它改成这样的一个yellow 下发现alice 更加合适 换句话说的就是 第二个green应该是第一个yellow的别名 好,这个我们记一下 这里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因为你两个数值相等的话 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枚举类型 所以说后面的一个它不会 它将成为第一个的别名 它本身不能代表一个独立的枚举类型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枚举的便利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之前我们曾经用这样的一个for-in循环 便利过这样的一个vip枚举 好,然后我们当时把它打印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每一个具体的枚举类型 好,现在如果我们这里有两个枚举类型 它们的曲子都相等的情况下面 我们再来便利一下vip 然后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会和我们之前那样的一次便利 有什么不一样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的yellow alice并不会存在 它只会把yellow给打印出来 然后接着就是black和righ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数值相等的话 第二个不会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枚举 它将会被python视作是第一个的 这样的一个别名 所以说当你去便利的时候 将不是 它将不会打印四个这样的枚举出来 只会打印三个 别名是不会打印出来的 好 那么假如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需要把别名给便利出来的话 怎么办呢 好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python提供了一种机制 可以让我们把别名也加入到我们的便利 循环里面来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不再是直接便利这样一个VIP了 而是便利VIP下面的这样的一个Members属性 它的一个内置便量属性 好 然后再调用Members属性的items方法 好 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确实可以把Yellow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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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Black Red 全部都给它给便利出来 然后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使用这样的Items 这个方法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便利 便利的结果的话 它将得到的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元祖 元祖的第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 它是我们标签的名称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是标签名称所对应的具体的一个取值 好 那么如果你不想得到这么复杂的一个便利的结果的话 也很简单 你不用调用这样 你items方法 你直接便利VIP下面的Members属性 大家注意看一下 Members属性它是一个class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将得到一个非常精简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每一种的这样一个标签的名称 Yellow Yellow Alice Black和Red 好 那么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我们在使用每一句的时候的一些常见的错误 或者是误区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是什么新的通知呢 然后我们下节课的视频